北京时间2月13日,在胡人客场,以115比117西败与勇士的比赛中,勒布朗·詹姆斯,拿到了26加14加8的数据,已经连续22场常规赛,得分25加,打破了,在2007-08赛季创造的个人生涯,最长纪录。 那么,詹姆斯这样的表现,在NBA现役球员中,是什么水平?能够排名第几位? 詹姆斯在这场比赛里,在个人NBA生涯常规赛,和季后赛的总得分排行榜上,正式超越天沟贾巴尔,而加冕NBA历史第一人,作为2003年,NBA选秀大会状元的他,在迄今为止的19个NBA赛季里的常规赛,场均得分,都超过了20分,本赛季至今,年,满37周岁的他,仍然在40场常规赛里,能够以52.0%的投完命中率,场均得到29.0分, 而这已经是詹姆斯连续18个赛季,常规赛,场均得分25加了,他的得分能力,在漫长的NBA历史上,算是顶级的了。 詹姆斯最近一次,在常规赛里,单场得分,不足25分,已经是2021年12月17日的事情了,当时,胡人在客场,布迪森林郎,从那之后,詹姆斯在参加的22场常规赛里的得分,都不低于25分,这样的表现,对于一个年马37周岁的老将而言,是不可思议的。 这也是詹姆斯迄今为止19年的NBA生涯里的最长记录,仅从这项数据而言,如今的詹姆斯,算得上老当义壮,不过,詹姆斯连续22场常规赛,单场得分25加,并非NBA现存的最长记录,这个现存记录,属于乔尔·恩比德。 本赛季至今,恩比德,以49.2%的投完命中率,场均得到29.5分,是全联盟所有球员中最高的,自从2021年12月26日以来,他在参加的23场常规赛里的得分,都不低于25分,在这23场比赛里的场均得分,达到了33.7分,比同期,詹姆斯的场均得分,还要多2.0分。 在NBA现役球员中,有两人,曾在常规赛里,连续得分25加的场次,比恩比德更多,其中一个,就是恩比德的新队友,詹姆斯·哈登。 哈登,曾在2018年12月8日,至2019年3月18日的,连续40场常规赛里,单场得分25加,在那40场常规赛里,哈登的场均得分,达到了惊人的40.1分。 NBA现役球员中,在常规赛里,连续得分25加的最长记录的保持者,并非哈登。 而是哈登曾经的队友,凯文·杜兰特。杜兰特,曾在2014年1月7日,至2014年4月6日的,连续41场常规赛,单场得分25加,这是1983-84赛季,NBA官方,有蓝贝的数据以来的最长记录。 此外,杜兰特,还曾在2009年12月22日,至2010年2月23日的,连续29场常规赛里,单场得分25加。 值得一提的是,迈克尔乔丹NBA生亚里,在常规赛里,连续单场得分25加的最长记录,是40场。 他曾经两次完成如此壮举,而科比布莱恩特的最长记录,是19场。